中国西藏的西部 有一片壮丽而神奇的高原 阿里 这里的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以上 雪山纵横 湖泊水 江湖泊水 参加深入水 曾经是象雄文化的发源地和庸众本教的中心 过去由于交通条件恶劣 外人难以到达这里 只能神秘而崇敬地向往 因而长期以来被称为藏西秘境天上阿里 阿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人们在探秘和欣赏神山圣湖历史遗址的同时 还把视野投向星空 那片深厚的科学文化资源与遗产 每当夕阳堕入西垂 暗夜遮蔽高原 闪烁的行星和恒星相拥起舞 旋转的星座和银河 则彰显着天地玄黄 与宇宙洪荒的哲理 那是人类几千年来 持续仰望和试图解释的宇宙 是一代又一代天文学家 不懈地探索与追求 阿里地区面积34.5万平方公里 人口不到十万 是世界上平均人口最少的地区之一 由于这里海拔高 降水极少 空气通透 大气稳定 因此具有优异的夜空质量 受到了天文科学家的关注 在阿里政府所在地 施泉河镇以南 海拔4800米以上的山地 已经规划和建起了 世界顶级的天文观测基地 阿里天文台 并设立了星空保护与旅游的专门区域 经过十年的测试与建设 阿里天文台成为又一座观测宇宙的眼睛 2013年8月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海部宣南 登上了海拔5100米的天文台 他高兴地说 这里是世界最好天文台指之一 科学杂志的专稿则称 中国和亚洲将拥有自己的莫纳克亚 世界乌籍的阿里将与北半球的莫纳克亚 和南半球的阿塔卡玛 构成世界优质天文台指的第三极 近百年来 由于过度使用能源 造成了光污染的扮演 全球三分之二的城市 已经看不到星座与银河 许多天文台不能使用或受到威胁 光污染在影响天文观测的同时 还干扰了人与动物的生物周期 2007年4月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世界天文联合会 世界旅游组织等联合召开会议 并发出宣言 呼吁重视应对光污染 保护人类共同的星空资源和遗产 为了使自然生态和科学观测 保持良好的夜间环境 阿里地区政府 阿里天文台和国际暗夜协会 北京分会 参照国际标准 围绕天文观测基地 划定了900平方公里的暗夜保护区 专门设立的管理办公室和管理办法规定 保护区内的户外照明 不应有向天空投射的灯光 色温控制在4000K以下 进而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环保的照明体系 暗夜保护区 还建有面向社会大众 特别是孩子们的夜空公园 开展暗夜保护和天文科普活动 天上阿里最美的星空 为西藏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产业 增加了新的内涵 美丽中国 需要美丽的星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